2016年12月2日上午10点 在法官的引领下 72岁的张焕之走进了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巡回法庭的审判法庭 在此之前张焕之已经为儿子聂淑斌申诉了11年 就在这一天张焕之看到了曙光 探阶如下 全体起立 原审非法庭的聂淑斌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画面是聂淑斌案的再审现场 2016年12月2日 在我国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淑斌案正式做出再审判决 聂淑斌无罪 这就是聂淑斌 他的人生定格在了21岁 从1994年到2016年 22年间 聂淑斌从强奸杀人犯变为无罪之身 聂家人终于等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判决 而对于这个案件 今日说法的记者陆续拍摄了11年 回望这11年对聂淑斌案的追踪 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首次披露的许多独家影像 也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看到这起案件多年间的起承转和 山重水赋 所有这一切的起点 要从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的杀人案开始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石货公路的路南有一片开阔的农田 1994年8月初 一名中年妇女在这里被人强奸并杀害 在发生这起案件10年后的2005年3月中下旬 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采访拍摄 农田里是一大片麦苗 经历了头年的严冬考研之后 麦苗已经返青 在初春焕发着新绿 1994年8月 这里曾是一片玉米地 正值玉米快要成熟的季节 玉米林郁郁葱葱密密麻麻 一些文学作品称之为青沙障 1994年那起强奸杀人案发现尸体的现场 就在当年茂密的玉米林里 也就是眼前这片麦地之中 采访中记者遇见了被害妇女的一个同事 同事说被害妇女叫康兰 他们都是石家装饰液压建厂的职工 液压建厂就在现场西北方向二三百米处 康兰的家原本在四十公里开外 因为路程太远上班不方便 康兰和丈夫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 租了一处民房 和很多工友一样 康兰上下班要穿过这条田间小道 康兰遇害的前后几天都发生了什么呢 记者随后到了康兰生前所在的石家装饰液压建厂 厂里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兰遇害那年三十六岁 是技术科的一名汇图员 比较踏实稳重 人缘不错 他回忆说 发现康兰失踪是在1994年8月8日早上 是个星期一 康兰的同事发现他没有来厂里上班 大家感觉到问题严重 康家人去派出所报了案 这时有人想到了康兰上下班必经的那一片 一人多高的玉米林 康兰的失踪引起了厂领导的重视 液压建厂一百多名男职工和康兰家人 走进工厂后面的几十亩玉米地 展开拉网式的查找 直到天快黑时 几个人在陆西边的一处机警旁 发现了情况 衣服是卷成一卷塞在机警旁边的一堆杂草里 经康家人辨认 这正是康兰的衣服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第二天一早 一百多名工人再次进入玉米地搜索 在接近中午时 在陆东边的玉米地里 找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 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 经辨认死者正是康兰 当年康兰的尸体被发现后 警方立即进入现场并展开调查 一个多月后案件告破 警方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他就是聂鼠斌 当年二十岁 被抓七个月后 1995年4月25日 聂鼠斌二审被判处死刑 两天后聂鼠斌被执行死刑 从康兰遇害现场北边的石货公路向西 约15公里 石家庄陆泉市的夏涅庄村就在那里 聂鼠斌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2005年3月下旬的一天早晨 记者第一次来到聂鼠斌家 见到了聂鼠斌的父亲聂学生 和母亲张焕之 两个人都已经年过六旬 这张全家父照片 据张焕之回忆 大概拍摄于聂鼠斌 被执行死刑两年前的夏天 照片中前排两个人是张焕之 聂学生两口 后排两个人是聂鼠斌和姐姐聂书慧 聂鼠斌出生于1974年11月 1994年被抓时不满20岁 1995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时 是20岁05个月 在张焕之的眼里聂鼠斌胆小内向 再加上天生就有口吃的毛病 从来不敢跟人吵嘴和打架 甚至连家里的一只生病的母鸡 都不敢杀 张焕之两口内心 不相信儿子是个强奸杀人的恶魔 张焕之说 他后来也去有关部门申诉过 但根本无力推翻这个定论 只能默默接受现实 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 和聂树斌这个名字 在当年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然而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之后 2005年3月 石家庄西郊那起案件 却被掀起了波澜 聂树斌这个名字 从那个时候起 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也注定要被记录在 中国的法治历史当中 这次波澜 源于河南警方的一次行动 我们今日说法的记者 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河南 2005年春节前 行阳市索河路派出所民警 在工作中获得一条线索 这个专场里一个姓王 绰号大王的工人 行为很反常 有一个外公 在这个专场里面生活 五六年的 春节期间 风险过节 从来以后去过 平时在民警去警察 咱们的时候 他自己就躲起来了 然后是如果看见警察 警察跟这儿过来的时候 他就转到一个地点了 他转到一个地点了 大王平时沉默寡言 不爱跟人接触 专场一起干活的工友 只知道他是河北人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大王也从来没跟人提起过 他老家的情况 多年来 他跟妻子以及两个孩子 就住在专场的一处工旁里 大王的反常表现 引起了派出所民警的警觉 派出所民警决定 先摸清大王的真实身份 2005年1月17日晚上10点多 民警敲开了大王居住的房门 大王年龄大概40岁 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赞助证 在派出所里 大王说 他是河北省邯郸市 肥香县某村人 叫王永军 民警随即又跟 邯郸市肥香县警方 打电话核实 在肥香县 几十个同名的人员当中 也没有符合大王身份的人 此后 大王又报了十多个名字和住址 民警一一核对 但都对不上号 大王是真的记不起来家庭地址 还是有所隐瞒呢 派出所民警发现 大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智力和精神正常 民警不厌其烦地核查大王的身份 又过了几个小时 1月18日凌晨两点多钟 大王终于动摇了 在所长的办公室里 大王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他第一话就说 我杀了人 但是以后杀了人 我一定要吃饮 大王共认 他真名叫王淑金 当年38岁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人 1993年到1995年间 他在河北老家 一共犯下了六起案件 其中四起强奸杀人案 两起强奸案 聂树斌复发十年后 有人说自己才是真凶 我们不信心的要 要我实施查警 一案两凶 究竟谁是凶手 没有人执政 就是他干的 二十年来 他坚信儿子是清白的 他开始接受的时候 都把我欺诈 聂树斌案十年调查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王淑金跟聂树斌的名字 联系在一起 那是在王淑金 被河北省邯郸市广平警方 带回去几天之后 民警在对王淑金交代的 六起案件核查的时候发现 王淑金交代于1994年下的一天 在石家庄西郊 强奸杀害了一名妇女 然而邯郸警方 到石家庄调查的时候 却得知这起案件早已告破 当地警方在案发一个月之后 就抓到了凶手 案发八个月后 凶手已经被判处死刑 并执行了死刑 这个人就是聂树斌 马云龙当时是河南商报的总顾问 负责报社的采编工作 王淑金落网后 河南商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 河北催花狂魔行阳落网的报道 听到最新的消息后 他立即派记者赶赴河北 经过几天的调查走访 2005年3月15日 河南商报又刊发了一篇名为 一案两兄谁是真凶的文章 文章说 聂树斌被处决十年后 又一个疑似真凶出现 聂树斌疑似被错杀 文章一刊登 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 2015年3月 记者结束在河南行阳的采访后 来到河北省邯郸市的广平县 王淑金交代的六起案件中 一起发生在省会城市石家庄 五起在广平县境内 广平警方是王淑金案的第一侦办机关 王淑金此时也被关押在广平县看守所 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 王淑金是怎么交代的 案件核实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记者来到广平县公安局 找到了副局长郑成岳 1995年王淑金涉嫌杀人被追逃时 郑成岳从警不久 是侦办王淑金案的一个普通民警 此时已经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仍然负责王淑金案的侦查 但是我们有好多秘密问题 现在正在进一步的正常 我们全部经历都脱到这 行事经常我们都在搞这一块 我们不惜一些残酷 要把实施查清 入室想我们各级组织 然后反应 而且入室给人民去弄个答复 给各个集结个答复 这个你反应 政局长说 王淑金自己供述了六起案件 他们要对这几起案件 一个个核查落实 尤其是媒体关于一案两凶的报道刊发后 引起了河北省高层的重视 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来调查这件事 关于调查进展的具体细节 政局长没有透露 但他说很快会有彻底的定论 郑成岳当年或许没想到 这个彻底的定论时间 远远超过了他说的六七天 直到2016年12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宣判 已经过去了11年半之多 从河北省邯郸市的广平县 向北200亿公里 就是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 石家庄警方是当年 聂淑斌案的侦办机关 警方当年是如何抓获聂淑斌 并认定他是杀害康兰的凶手的呢 2005年3月中下旬的一天 记者来到石家庄市公安局 市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以此事正在调查为有 在值班室的电话里 拒绝了我们上楼 以及采访的要求 几经周折 记者在石家庄当地的图书馆 查到了1994年10月26日的 一份石家庄日报 在第二版刊登这一篇题为 青沙障谜案的通讯 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 记录了从案发 到聂淑斌落网认罪的经过 而另一篇更为详细的报道 是1994年11月30日 发表在河北省社会治安报上的 一篇通讯 文章的标题是 青沙障静悄悄 这篇题为青沙障静悄悄的通讯 详细的描述了抓捕聂淑斌的过程 首先 有群众举报说 入下一来 在该宿舍区周围 经常有一个20来岁左右的男青年 来转悠 鬼鬼祟祟 总是在发现有女同志 上公共厕所方便的时候 他就跟过去 这家伙骑一辆蓝色的山地车 反正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骑山地车的家伙 嫌疑很大 文章描述了当年警方抓获聂淑斌的经过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 焦警官藏使侦办此案的石家庄市焦区公安分局的民警 后来调到了乔东公安分局谋刑警中队 记者两次直接前往乔东公安分局谋刑警中队 终于在焦警官的办公室见到了他 公安局提供证据 他是嫌疑人 嫌疑人 他是嫌疑人 然后讲讲讲皮肤 如果公安局没有这个系列证据 他肯定不是一个证据 肯定不是一个可供 焦警官说 当年司法机关认定聂属斌是凶手 肯定是有证据的 但具体细节他不清楚 因为他不是专案组成员 他当时只是局里的一名通讯员 跟着侦察员一起了解大致案情 采写报道 河南警方抓获的嫌疑人王书金交代 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强奸杀害康兰的案件 是他做的 这个情况 焦警官也有所耳闻 但他认为 这并不能说明王书金就是凶手 因为王书金当时曾在案发现场附近 一百多名远的一个工地拿工 王书金了解一些案件的细节 也不足为奇 公安机关没有接受正面采访 记者也曾先后赶到起诉聂属宾案件的检查机关 和作出宣判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但几家单位捐野案件正在调查为由 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在聂家人看来 如果聂属宾是强奸杀害康兰的凶手 理应承担罪责 但他们内心并不相信聂属宾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日子的渐趋平淡 张焕之两口只能把失去儿子的伤痛藏在内心深处 直到十年后的2005年3月 家里陆续有记者来询问当年的事情 张焕之也开始警觉起来 经过再三询问 张焕之两口才明白 河南警方抓获的一个嫌疑人王淑金共认 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案件是他犯下的 张焕之后来去案发现场的村子询问 也得知当年那片农田里只发生过疫情命案 他突然意识到 如果王淑金说的是实情 那就说明当年他儿子是被错杀了 他开始接受的时候都把我欺诈了 现在都欺诈了 怎么回事这样是来 怎么回事这样是来 其实我对人挺理智的 对 很理智的 我还是会跟你说 对政府和对民间法这一块 我什么时候我也不吓唬闹 我对你用法律 一步一步就叫他给我个交代 2005年3月15日 张焕之在他人的推荐下 来到省会石家庄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找到律师李树婷 请他代理聂树兵案的申诉 如果聂树兵这案是冤枉的话 那么必须得通过再审程序 来撤销原来的判决和裁定 接受委托后 李律师先后赶到河南行阳 抓获王淑金的索河路派出所 康兰生前的单位 聂树兵生前的工厂等地进行调查取证 李律师认为 王淑金的交代已经证明聂树兵案存疑 此外 在还没有见到聂树兵案卷宗的情况下 依据警方通讯员写的那两篇报道 他认为也有一定的疑点 李律师认为 警方只是根据群众的反应 怀疑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 经常尾随女同志上厕所的人有杀人嫌疑 然后暗图索计 抓获了也是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的聂树兵 并认定他就是杀害康兰的嫌疑人 如果这篇报道中写的是事实的话 当年的办案人员就存在着有罪推定的嫌疑 从2005年4月开始 张焕之夫妇和李树婷律师 就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个部门提出申诉 请求重审聂书兵案 在张焕之申诉期间 他也在关注着王淑金的命运 2006年3月9日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检察院 以王淑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 对他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王淑金涉案四起 不包括王淑金自己供述的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伤害康兰的案子 朱爱民是王淑金的代理律师 他从2005年4月接受王淑金妻儿的委托 成为了王淑金的代理律师之一 朱律师说 虽然王淑金案的审理和聂书兵案的申诉在程序上没有关系 但在一些重要的事实认定上 两个案子却有交集 这也是王淑金案的审理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事实认定上 那就归有一个点上了 那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个案子 94年8月5日这个杀人强奸案 究竟是谁所为 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极其犯罪事实 朱爱民律师说 王淑金基本没有异议 但检察机关并没有指控王淑金主动交代的 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害康兰一案 这让王淑金非常不理解 也不能接受 王淑金认为 他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不掌握的犯罪事实 是自首和重大利公情节 司法机关应当对他从轻处罚 10年后记者拿到王淑金原始询问资料 记者两度采访王淑金案民警 一串钥匙能否成为排他性的隐蔽细节 一串钥匙能否成为排他性的隐蔽细节 一串钥匙 很难知道这串钥匙 聂树兵案10年调查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王淑金究竟是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凶手呢 王淑金在河南行阳市公安局以及河北广平县公安局 都描述了强奸杀害妇女康兰的过程 并两次带领河北警方前往石家庄市西郊那片麦田指认现场 他是怎么交代的呢 2015年的采访中 记者拿到了几份珍贵的原始录像资料 这段视频左下角显示的时间是2005年1月25日 这个时间是在王淑金落网 被带回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后的第七天 这时关于一案两兄的报道还没有出来 广平县公安局独立办案期间 在对王淑金的讯问进行录像固定 画面里戴着手铐的人就是王淑金 房间里还有四五个记录人员 王淑金旁边坐着的一个穿警察服装 正在给王淑金谈话的人 就是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岳 2005年3月底 记者就曾在郑成岳的办公室采访过他 2009年不到50岁的郑成岳就退去了二线 记者经过多方努力 也终于在2015年3月底再次见到郑成岳 这句记者第一次采访他 同样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当时我们也给他谈了 你记不清你就说记不清了 毕竟十年了 记清了一定要说清 不要说假了 不要说谎了 王淑金是无愧这样的 那么王淑金当年是怎么交代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那起案件的呢 还起来他已经过去我就往人家里面拐到了 拐到了 拐到了我都开始把他掐弄了 掐弄到我正到他底下 正到他底下我都盖回来往他顶车 顶车我在天后天后我开又脱垫了 脱垫接着我就把他掐弄了 在这次讯问中王淑金交代 1994年夏天 他在距离现场西南一百多米的一个工厂打工 他此前见过受害妇女从玉米地中间的那条南北土路经过 已经动了邪念 一天午后 工友们都在午休 他翻墙溜出工厂 等了一会儿 遇见那个妇女 便实施了刚才描述的强奸行为 眼前的这条河是南水北调工程河北石家庄西二环外的一段 河水静静流过的地方 就是20年前受害人康兰遇害的那片农田 如今这里已经很难看出当年农田和田间道路的痕迹 有当地人指出 河边一处电线杆所在的位置 大概就是发现康兰尸体的地方 随着城市环境的发展变化 20年前那片几十亩的青沙帐 早已踪迹全无 成为历史 但发生在青沙帐里的那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人们都在期待着一个答案 聂树斌和王淑金 究竟谁是杀害康兰的真凶 2015年4月上旬的一天 记者第二次来到这里 距离上次已经过去了十年 和记者一起的 还有原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岳 郑成岳说 他们2005年1月19日把王淑金带回河北后 1月21日就押着王淑金来到这里指认现场 这次辨认王淑金指认了尸体的位置 自行车倒地的位置 掩藏衣服的地点等 郑成岳说 王淑金还交代了一个之前从没报道过 甚至连聂淑斌都没有供述过的细节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这是受害人康兰遇害现场的一张勘察照片 照片中隐约可见草丛中有一串钥匙样的物品 这就是现场的那串钥匙 勘察记录显示 钥匙距离尸体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 王淑金交代 这一串钥匙是被他扔在尸体的旁边的 这个细节 后来也成了聂淑斌的家属 代理律师等人 认为可以解开聂淑斌案疑点的一个重要证据之一 2013年9月27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淑金上诉案做出二审裁定 裁定认为在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事实认定上 王淑金所供述作案的具体时间 手段 被害人的身高等情节 与现场勘察笔录及照片 尸体检验报告等不一致 不能认定为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 系王淑金所为的证据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王淑金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2014年10月 党的18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这一年起 每年的12月4日 被定为国家宪法日 在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聂树斌的家人看到了曙光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将聂树斌故意杀人 强奸妇女一案 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地复查 从石家庄西二环 沿石货公路一路往西 距离第一次去夏孽庄村 十年后 2015年4月初 记者再次来到夏孽庄村 村口立着一个巨大的石标 来到村里 民房外粉刷了统一的白色 村中央一棵粗壮高大的槐树 已经有500多年的树林 巨大的树棺四散开来 沧桑可见 和十年前相比 张焕之和聂学生老两口 显得苍老了不少 提起这20年的复杂经历 张焕之感慨颇多 这20年我们老两口 卡卡卡的走过来了 但是我们信心没有变 从2005年到2014年 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 张焕之先后委托了6任代理律师 一直没能争取到月券的机会 申诉没有进展 但张焕之夫妇始终没有放弃 弄清真相 已经是两个70多岁老人的 唯一心愿 吃饭吧 咱们都吃饭吧 行行行 2014年的除夕夜 记者赶往张焕之家中 老两口的除夕夜 显得冷冷清清 除夕夜的鞭炮声 此起彼伏 张焕之家没有一点新年的气氛 相反 每到佳节被撕亲 节日更让老两口感到孤单 2015年3月17日18日两天 张焕之夫妇的两位代理律师 在山东高院查阅聂蜀宾案相关卷宗 这是张焕之身组后 代理律师首次见到相关卷宗 这一次两位代理律师查阅并复印了 包括聂属宾卷三卷 王淑金卷八卷 河北高院的复查卷 以及河北省公安厅的复查卷 共17本卷宗 老实说这确实有点超乎我的意料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什么 不是点一个赞 应该点100个赞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许多律师 尤其接受这种申诉案 这种享阅卷而不得 2015年4月初 记者在石家庄再次见到了李淑婷律师 此次距离第一次采访他 也是过去了整整十年 李律师一头浓密的黑发 也变成了如今稀少的白发 经过详细的阅卷之后 两位律师说 从卷宗里看 当年认定聂属宾是凶手 并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 都存在诸多疑点 与看到卷宗之前的一个观点相同的是 他们认为当年抓获聂属宾时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他就是强奸杀害康兰的嫌疑人 那么聂属宾倒霉就倒霉在什么 骑这辆蓝色3D车上 如果他骑别的车子 没有他什么事情 但是另外一个 说是马树斌 或者说王树斌 骑这个蓝色3D车的话 那么被抓住的会是马树斌 或者王树斌 而不是聂属斌 李律师认为 卷宗里也是只有聂属斌的口供 抛开聂属斌的口供看 没有其他直接有利的证据 在受害人的衣服上 没有剪出 不要说是他的 就没有剪出任何的经班来 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定 强奸的一个依据 没有剪出经班来 2014年4月28日下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召开聂属斌案 复查听证会 围绕认定聂属斌 是不是强奸 伤害康兰的凶手 办案过程 有无程序违法 和事实认定的错误 聂属斌和王树斌 谁是真凶等方面问题 聂属斌母亲的代理律师一方 河北公检法办案机关 代表一方 先后发表了意见 对于张焕之律师指出的 聂属斌有无作案嫌疑问题 原办案单位的代表解释说 案发后 公安机关通过走访 对嫌疑人进行了刻画 最终发现了 与群众反应特征相似的聂属斌 在探查过程中 该男青年神色光张 并说 我没有事 我没有杀人 你们若带我走 让我先见见我的家人 对于反常举止 引起了民警高度警觉 除了有无作案嫌疑 两位代理律师说 聂属斌案的审讯笔录 还存在缺失和不足的问题 聂属斌是在1994年9月23日被抓获 却在9月28日 才出现第一次有罪供述的笔录 这期间没有任何讯问记录 这不太符合常理 二十八号的时候就直接供述了 我是强奸杀人犯 我怎么怎么做 这是不正常的 在以后的供述中 不仅一次的能够提到 我这次供述是真的 以前说了假话 是为了蒙古过关之类的话 这就充分说明 在他做有罪供述之前 是有过无罪供述的 陈光谷说 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 司法机关办案时 被宣问人员 无论有罪还是无罪的供述 都应该收集并装入卷宗内 聂属斌卷宗里 没有一份无罪供述 这太不符合常理 这些缺失的笔录 很有可能对聂属斌有利 并对聂属斌案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在2014年4月28日下午的听证会上 原办案单位的代表对此解释说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很少有立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 通常会抗拒审讯 五天后突破口供是正常的 9月28日在公安机关 大量的工作基础上 聂属斌对其犯罪事实 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细数的供述 自2005年复查工作开案以来 始终没有找到此阶段 其他训问比如材料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 张焕之的代理律师认为 聂属斌作案时间和被害人 康兰的死亡时间都有很大疑点 聂属斌没有一次供说过 1994年8月15 8月5号作案这个事情 没有 都是非常含糊的 李律师说 当年办案机关认定 康兰死亡和聂属斌作案的时间 是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左右 但聂属斌到案后 有9次供述提到作案时间 其中6次都是反复不定的 当年的办案机关 曾提取了聂属斌 所在车间案发档月的考金表 但这一重要证据 却没有出现在卷宗里 陆泉市职教中心实习基地 是陆泉市职业技术学校的校办工厂 聂属斌曾经是这里的一名前工 他被抓前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 2005年3月 记者曾就聂属斌的上班时间的问题 采访了工厂负责人 工厂负责人回忆 警方后来认定的聂属斌作案的时间 是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左右 他们在两个月后见到报道 推算了一下 但觉得那天聂属斌应该是上班了 工厂负责人说 从8月5日到9月23日 聂属斌被警方带走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没有发现聂属斌有什么异常 聂属斌的考勤和工作情绪 也都很正常 他们车间的考勤表 在聂属斌被抓后不久 就被办案人员拿走了 一直没有归还 李律师说 聂属斌的工厂 距离案发现场有5公里左右 骑自行车大约20分钟 如果1994年8月5日 以咱们18大 死争摧毁以来 国家领导 加大力度 在司法这一块 一定要改革 确实 体现到我身上来 聂属斌在审案 由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担任审判长 何一庭全体成员对案卷进行了背靠背约卷 此外还在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 我们也到了案发的现场 查看了这个沙恩的现场 查看了聂属斌被抓获的现场 查看了聂属斌原来的单位 查看了这个死者 租住地和他的上班路线 然后我们也找了一大批原来参与办案的人员和原来的这个多名重要的证人 经过五个多月的审理 2016年12月2日 在第三个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对聂属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公开宣判 聂属斌被抓获 仅因其疑似群众反映的那个年轻年 并非因为群众反映其涉嫌实施本案犯罪 聂属斌被抓获之前 办案机关也没有掌握 其实施本案犯罪的任何证据和线索 何一亭再审认定 聂属斌被抓获时 没有任何证据或线索 指向他与被害人存在关联 聂属斌被抓获之后 前五天的讯问笔录缺失 这严重影响了再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聂属斌被抓获之后 前五天讯问笔录没有入卷 不仅于当时的法律及公安机关 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不符 也于原办案机关当时办案的实际情况 原办案机关对此没有做出何的解释 原审卷宗中除了缺失前五天的讯问笔录 聂属斌所在车间案发档月考勤表缺失 导致认定聂属斌有无作案时间 失去原始书证支持 考勤表是证明聂属斌 1994年8月初期情况 和有误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 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 原办案人员被考勤表未入卷 没有做出何理解释 何一庭认定聂属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 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 对观念事实的供述潜伏保证 反复不定 且不能排除死故又不可能 在审判决最终认为 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 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也没有达到基本实施清楚 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原神认定聂属斌反故意杀人罪 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以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不能认定聂属斌有罪 据此 做出了聂属斌无罪的决定 原神被告人聂属斌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在21年之后 张焕之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请向申诉人 请诉 今天我虽说听到这派出结果 我很高兴 但是一大部分心情 我确实还是很痛苦 这么一类的吃到 我认为你会不累 这21年你说知不知 今天是个无罪的 结果 我找到知 我找到知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刑法学教授 卢建平 欢迎卢老师 你好 你看罗老师 现在这份再审判决书当中 61次提到证据 14次提到不合理 或者不合常理 那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 希望通过这样一份再审判决书 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法治理念 这个信号非常清楚 18届四中全会 对我们这个刑事司法改革 确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么其中就包括 比如说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要强化证据裁判 要完善我们的无罪推定 要落实最新法定 那么从源头上 禁绝刑讯逼供 那么这些都是 由党中央的这个文件 给我们司法机关指明的 这个改革任务 那么这些改革任务 怎么样落地 必须通过一个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个案 包括这种 我们说举世 嘱咐的 立案的这个平反 这样的过程 那么使我们对这些 公正司法 文明司法 这样的一些措施 这样一些理念 真正变成现实 这个再审判决书 他之所以这么多次的提到 证据 一个是凸显了证据裁判 也同时 暗含着 你这个证据 必须是合法的证据 那这份 迟来的 最终判决 对于我们国家 这个法治进程 您觉得有什么意义 那么 立案的这种再审 最终得以平反 我觉得它还是给我们 以很多的这个亮色 比如说在 一个地方 这个审判监督程序 或者说再审程序 遭遇重重阻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启动一个 异地审查的这个机制 它可以突破 这个地方保护主义啊 第二个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最高法院的这种 巡回法庭制 同样 它也是一个突破 这种地方色彩 把司法权变成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权利 而不是一个地方性权利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 十一年的等待 聂树斌的父母 已经风筑残眠 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时代 聂树斌案的平反 虽然是一个个案 但它不是偶然 中共中央 当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 司法系统 正在以细致入微的态度 积极务实的行动 大力落实党中央 关于健全落实 罪行法定 一罪从无 非法证据排除 等法律原则的 法律制度的要求 不断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 努力通过具体的个案 让每一位人民群众 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与此同时 灭案的平反 也为每一位司法工作者 敲响了警钟 唯有尊重程序 敬仰法律 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避免法治蒙羞 让正义不再迟到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近日说法 也感谢卢老师 参与我们两个式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